拍摄奇奇怪怪人物的恐怖片 常常需要制造逼真的三维模型 比如脸四肢等 这要取决于片子的恐怖程度 有的甚至需要内部器官模型 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外科医生们 与好莱坞特效组展开合作 启动了一个模拟器项目 进行大脑手术练习 结果是我们所模拟的 感觉上越来越像电影 他们给人电影般的感觉 感觉就像是个剧场 这是一个真人大小的 14岁少年的头颅模型 其大脑跟真的一样 手术师可以用它做脑集液 积累过多的手术练习 这种病在十几岁的少年中 比较常见 现在这类训练大多是在尸体上做 有的甚至是在水果和蔬菜上做 但是现在的3D模型更好 因为人们可以制造具体的 异常器官模型 供医生直接在上面做手术 我们可以在美国的培训课上 做这个手术 我也可以把这些模型带走 到其他国家做 带着他们去教手术师们 如何用这些3D打印模型 做这个和其他的手术 这样做既安全又真实 还可以重复进行 最棒的是 我们能够用这些手术师的工具 在3D打印头颅模型上 做手术 3D手术模型的创造者承认 要圈说他们的同事抽时间 在这些模拟器上练习 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不过研究显示 这样的培训能够提高效率 也能够改善手术结果 美国之音记者乔治普蒂奇 华盛顿报道